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的是香濃芝士饭 雖然工作很繁复 时间也很长 但是真的值得 因为真的很好吃 首先我们先做了一个芝士饭 重点就是要加企点芝士 接着就加鹽牛油和原味乳酪 如果有些食譜加香濃芝士 也可以 接着就是沙糖 大约4.5茶匙 接着我们就准备一个蛋白 先把蛋黄和蛋白分开 我们就可以用刚才的芝士饭去煮 我们用很小很慢火去煮 或者你可以把奶油芝士切开一块才煮 这样就会更快溶化 将它混合了OK之后 我们就把刚才的蛋白分开 都是把它拌均匀 接着就再加上我们的芝士饭 油半茶匙就可以了 接着把这里所有的东西拌均匀 之后就放进冰箱冰箱 最少两个小时 同时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我们的撒皮 首先都是先加鹽牛油 接着就是砂糖 这里是12克大约3茶匙 接着我们就把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 有时候你想快点更方便 你也可以把母盐牛油切开一粒粒 这样就容易去处理了 现在我就比较硬 就要花多一点时间去把它拌在一起 可以用根筋附着把它压一下牛油 慢慢就会像现在一个酸酸的状态 就是把牛油和砂糖完全混合 我们就可以放中筋面粉下去了 也是要把这两样东西完全混合 你会看到它是这样的 你可以开始用酒了 因为比较干的时候 然后把它尽量将牛油被面粉和砂糖包围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所以我用手搓一搓 就会方便用棍子去搅拌它 然后做好了之后 我们就放鸡蛋半只 所以我这里用一只搅拌它 之后我这里只会倒一半下去 放了一半只鸡蛋之后 就把它拌均匀 拌均匀 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需要把它包裹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冰箱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 你都还有东西做的 就是拿你的帽子出来 放牛油 用刷子拌均匀 最重要是刷得均匀 所以你遲些脱帽子就会容易 现在半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拿回刚才那些叉皮出来 它有点硬的 摘几下 把它摘两下 然后压扁它 我们就会把它分成四份 因为我有四个芝士拌均匀 我今次的份量 如果你拌均匀 是比较小一点 就像蛋均匀 我相信可以做到大约六个 但我今次的是比较大一点的帽 你都会看到是一个好像梳乎里 做梳乎里的帽子 所以每个份量都会更多 好了 现在开始把第一个榻皮 放到榻帽子上 你把它近扁匀 最好是非常平均的 榻帽子出来都会平均些 好吃些 突然有一块好像山高 突然有一块很薄的 如果太薄又不行的话 你可能会弄穿帽子 所以要非常平均地做 你大力地压住它也可以 中间的位置 我会用手指不断压一下 由于我这个帽子是大 所以我用到它一半 顶部也要铺平它 我会用手指把它压平 不要粒粒粒粒粒粒粒 而出 materials 底面就要粒粒粒粒粒粒 これで一定很很臉 现在我这样发芋 Ella 压から纸固便可以 压太 Portal 重复边缸 把烤箱放上去 等烤焗的時候不會濾起 之後把保鮮紙放進冰箱 冷藏30分鐘 拿出來之後 拿一張牛油紙拿一拿頭 等它容易放在塔姆上面 然後我們會放一些烤箱專用的豆 或者我家裡有紅豆 其他豆也可以 有些重量的東西壓住塔姆 不要去焗 因為塔姆焗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起泡 壓住它 就不會拱起 先放進焗爐 200度焗15分鐘 拿走豆後 180度焗多10分鐘 然後攤凍後 就脫模 脫模後 可以拿在冰箱裡的芝士餡 我們現在就可以鋪一些餡料 它的餡料是稠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鋪得更高 讓芝士餡料 更豐富 所以所有的餡料 你看到我都是拱起的 差不多所有的餡料 都在芝士餡的上面 刮到它的邊平 漂亮仔仔 之後呢 可以再做下一個步驟 就是拿一些蛋黃 掃在表面 這個當然選擇不做 但是不會影響它的外貌 不會影響它的味道 但是會影響它的外貌 那你掃了之後 這個蛋黃就會黃色很多 金黃很多 面子會漂亮很多 也會焦一點 然後就放在上層那裡 焗220度 大約5至8分鐘 你看看它什麼時候焦了 然後就可以吃了 這次就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那多謝收看 下次再見啦 拜拜